天章啊 我昨天和王太太买了点糕点 走 我们去尝尝 走走走 慢着 你刚才说有人要谋害青霞 是怎么回事 就是他 他在汤里下药 想要谋害青霞 还好是猫先喝了 不然青霞 什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青霞 先别激动 这件事有待彻查 那就交给警察查个清楚 来人 有 把这个杀人犯 送到警察局局 等一下 此事毕竟是我们家事 家宠不可外扬吗 还是等我们彻查清楚再说吧 你们躲躲山上 还真以为我是老糊涂吗 天章的话我听明白了 要不是那只猫先死 那现在死的可就是我的宝贝女儿 到时候 吴老爷你还会说这是家事吗 把他给我带走 是 走 我没有下毒 我没有下毒 林秘书 林秘书 这也有可能是一场误会 都站住 天翔 你这是哪 那是 你没有下毒 你 我要去冲才 为何 她说她没有下毒 混账 你是相信自己的妻子 还是相信一个外人 我相信她 你 天下 你不用再说了 轻者自轻 雪儿 我相信你 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 把她稀里糊涂地抓走 你给我让开 不可能 不管怎么样 你先给我把雪儿放了再说 你 天下 她亲手给我熬的汤 当着我的面端给我 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我差点被她堵死 你居然口口声声说相信她 你真是过意迷心强 你真是过意迷心强 主佑蒙了心 你居然口口声声说相信她 你说她给你下毒 你有证据吗 死猫就是证据 叫你爸拿出来看看 我不信 你不信 我信 把他给我带走 走 谁敢 奔走 开动 住手 天香 放下枪 天香 把枪放下 雪儿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今天谁要敢动她 我要了谁的命 躲过把枪放下 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 杀人偿命天惊地义 我们一枪毙了你 已经是给你们五家面子 你最好别挑战我的底线 天香 别这样 李秘书 只是带雪儿去调查 没说什么 先把枪放下吧 今天这件事情 我会给你们一个交代 但谁要敢带她走 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你当真为了她 连命都不要了吗 好 想死 我就成全你 爹 不要杀他 青霞 这样的男人 还有什么可留恋的 爹 我爱他 我爱他 他又是死了 我也不活了 青霞 雪儿 你干什么 青霞 你让他们带我走吧 我知道你相信我 我也用性命担保 我真的没有下过毒 你别过来 我相信你 你一定会查出真相 也一定可以 堂堂正正地带我回去 答应我 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天香 我等你 这吧 快点儿 进去 进去 把门关好 坐坐坐 你要不要接 爹 我没事 那女孩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当敢在家中公然毒害我的女儿 她有她的名字 她叫上官雪儿 我再说一次 我不相信她会毒害青霞 没跟你说话 青家 你消消气 都是我不好 我呢 请她过来帮我打理生意 她本来啊 是挺本分的 没想到她竟然会做出这种事 这是一个帮庸 她有什么理由下毒 爹 事到如今 闭嘴 亲家 青霞受惊了 不如我们到客房里喝杯茶 别在这里吓着孩子们 来来来 请进去 有爸爸呢 好好哄哄 青霞 哎 你 犯了什么事进来的 我什么事都没犯 轻者自轻 哼 轻者自轻 你凭什么打我 都进到这儿来了 还装什么善男细腻啊 打他 你们要干什么 住手 如麻 上最好的龙井 是 老爷 亲家 都是我用人不当 我哪能想到她会下毒啊 但是这个事啊 你放心 我绝对会把它查个清楚 不知道 你们五家一个小小的丫头 都敢下毒害我家青霞 我真不明白 我女儿在你们五家 到底受的是什么待遇 对不起 亲家 他们呢本来两个人关系很好 所以我就没有防备 没想到他会做出这种事来 请请 先品品茶 您请愿 老爷请 来 请 来 请 请你放心 这件事我一定查清楚 如果真是他做的话 我一定不会饶他 那你跟我说说 怎么能让这样一个可疑的人 接近青霞呢 人心隔肚皮嘛 不过这个事呢 里面也有点蹊跷 有点误会也说不定啊 你说什么也没用啊 是不是误会他 我自然会调查清楚的 今天青霞 他肯定是被吓到了 你让天翔好好去哄哄他 天翔一定会的 可能现在他已经在安慰他了 好了 我去看一下青霞 您请 你告诉我 到底发生了什么 雪儿怎么可能会下毒害你呢 怎么可能下毒 那花花怎么可能会死 如果今天没有那只猫 而是弟妹喝了那药 后果不堪设想 那我们会来 挺着 事情还没调查清楚 你凭什么就断定 雪儿会给青霞下毒 人证物证俱在 不还需要多说吗 吴天翔 你给我放开 你们都给我住手 爹 提醒 你妻子被人谋杀 你丝毫不关心 反而极力袒护一个杀人犯 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 我再跟你说一次 雪儿才是我的妻子 这件事情 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的 放肆 爹 不疑 这就是你们五家安慰人的方式吗 天翔 给我跪下 给青霞道歉 不管这件事谁对谁错 青霞受了委屈 我们有责任 我今天要好好地教训教训你 爹 没事 你别带天翔 青霞 说我们对不起青霞 我一定会好好教训天翔这个孩子 这件事情我会彻查到底 如果他没错 咱们就放了他 如果上官雪儿真的是有罪 我绝不会轻易地放过他 天翔 送青霞回房间休息 还不去 是 耀阳 你回来了 来 喝杯茶 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 心里老是慌得喊 眼皮子也乱掉 好 不知道雪儿在上海过得好不好 你呀 就是宝贝你那个妹妹 你过两天不就是去上海了吗 到时候你去看她不就行了吗 去上海具体的时间还没定下来呢 不过估计也快了 所以呀 你就不要担心了 反正马上就要过去了 到时候我给雪儿准备点她爱吃的 你带过去 终于把李秘术送走了 你看这事闹的 平时看着丫头也挺老实本分的 真没想到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问世间情为何物 只叫人争风吃醋 别这么快下定论 究竟是不是雪儿下的毒 还要调查清楚吗 我们可是眼睁睁看着花花 吃了碗里的蘑菇汤死掉的 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的 如果雪儿是清白的话 我们不是冤枉她了吗 朕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不过这上官雪儿伤了青霞 这往后的日子呀 她又吃不了兜着走了 她又吃不了兜着走了 天翔 事事都摆在眼前 难道你还不相信吗 我爸的大好姐妹 没想到她这么恨我 恨不得住于死地 青霞 这一定是个误会 雪儿她不会这么做的 天翔 被下毒的是我 是你的老婆 你口口声声雪儿雪儿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就算她是你认定的妻子 难道就可以包容她 自容她了吗 行了 青霞 你自己冷静一下吧 上官雪儿 是你让我明白了 我在武田乡心目中 是多么的卑微 她甚至连我的生死 都毫不在意 上官雪儿 我恨你 我恨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